这是小红书的一个视频 楼主没有写文案 就直接上评论吧 非常炸脸 网友回复 我第一次去我女朋友家 他爸爸搬的小板凳坐一边 坐得板正板正的 我坐沙发正中间探着 跟他爷爷聊哪个车好 我想着 如果能成 以后就是一家人 我怕个屁 如果不能成以后 也见不到了 我怕个屁 反正就是 他家里人说我进门 就不拿自己当外人 我男朋友福建人 第一次来我家喝茶 我们是冲完直接喝了 他太烫拿不起来 等我们喝完了 他还没喝 我家之前传统潮汕冲茶法 每轮都洗杯子 我说你喝快点 等你茶杯洗杯子呢 他哦哦 然后吹半天才喝下去 我老公之前第一次去我家 我老闻到 我们客厅有骨子脚丫子味 我怀疑 我弟光脚脱鞋了 出了我家门后 我问他你 闻到我弟脚丫子味了吗 他说 他都紧张到鼻子失灵了 还能闻到胃 哈哈哈哈 我男朋友第一次来我家吃饭 一点不怕人 很放松自在 聊天帮忙的 他性格就那种 不同人他可以找到 合适的话题 跟人家聊 会来是 出门吃个饭 都得给老板聊两句 老板开心了 还送个小菜那种 叔 小伙子 你信爱心觉罗赫 小伙子 嗯 伯父 你造吗 爱代表关怀 他有识笔 识全识美的识 伯父你知道什么新东西 实全实美吗 就是阿姨做的菜 不但不咸 尤其小炒青菜 哈哈 他第一次来我家很紧张 平时大大咧咧的人 那天说话声音特别小 为了缓解尴尬 左边我爷爷 右边是我 我坐他旁边 让他一直包核桃 爸妈在大姐忙 因为我侄子订婚 今天我擦屁股的时候 不小心在大拇指蹭了一点巴巴 我合计也没有人 以前也没吃过 今天就尝一口 也不会发现 结果发现是有苦苦的 反正我就在这说了 过几天也会沉下去 今天我擦屁股的时候 不小心在大拇指蹭了一点巴巴 我合计也没有人 以前也没吃过 今天就尝一口 也不会发现 结果发现是有苦苦的 反正我就在这说了 过几天也会沉下去 我男朋友第一次和我爸吃饭时 因为我爸不爱说话 全程我男朋友一个人说 我爸就一直 嗯 太尴尬 到最后 我爸饭都吃完了 我男朋友还有一大碗 只好赶紧扒饭 我对象第一次去我家在门口跟我说 乖乖我好紧张 怎么办然后门一开 你猜咋着跟回 自己家一样 那板凳那个抓瓜子的聊的 我都插不进去 只有我爸妈都 怀疑自己是外人来做客 我对象也是 他和我爸两个人在客厅看哆啦A梦 两个人局促的不行 电视也不换台 手机也不看 两个人也不知道起啥话题 两个人就盯着看我原本 打开看的动画片 我第一次去我老婆家 移去住了两个月 把他们家能吃的全吃了 就连院子里没人吃的 二三十颗橘子树上的橘子 也全吃了 我至今都忘不了 我老丈人那感慨的表情 我老公 第一次去我家 我们在吃早餐 吃完它 马上收拾去洗碗 第二次去我家 我爸在砍柴 熏香长辣肉用的 然后他砍了一天的柴 我妈满意的不得了 有些说首饰的 实在大可不必 那有可能是低于性的 我见过很多人 在紧张的情况下 大拇指像这样背钻紧 因为手不能不安分 而握拳显得太有攻击性而已 注意 这家伙已经握拳准备出击了 很隐秘的哦 边看旁边动静 边慢慢握拳 大拇指伸出 我小时候打拳就这样 大拇指很厉害的 小朋友打得很痛 我男朋友来 我家之前我也是一直问紧张部 他说不紧张 然后来我家就一言不发 然后紧跟我屁股后面 我去哪他去啊 帮我妈干活 仿佛招来的店员 我告诉我儿子 你以后去女孩家 他家谁做饭 你就跟着谁帮忙 如果不在家吃 你就跟着女孩妈妈 然后你就知道 你俩想结婚 他家是否同意了 我公有比这还严重 在车间跟我们不怎么说话 餐厅吃饭也不主动坐一起 一个小区的 下班车也分开走 可以想象他 第一次去女方家啥样子 最烦这种人 人家孤身一人 跟你来到陌生的地方 有些激动 但是最多的是 害怕局促尴尬 你不陪在他身边 就算了还拍视频 反正我不喜欢这样 完了我想象到 如果以后我带我男朋友回家 我爸绝对会给他灌酒 尴尬死 然后给他犯我小时候的 陈年旧账 我已经完全可以想象到了 at小红薯64535 fc3 哈哈哈哈 我没给你拍下来 但是你真的 你等我看到你紧张 我为啥就不紧张了吧 因为真的憋不住笑 我弟的女朋友来我家玩 我想着太安静了 我找点话和他说 差点就问了 妹妹你有男朋友吗 还好这句话在脑里过了一遍 真的是这样 同一动作 我给他扒了一个柜员 第二天 我俩出去有事 他在我旁边吃东西 我说你吃啥 他说 你昨天给我扒的柜员 他说 你知道每次我去你家 坐在你家沙发上 跟你爸说话有多难受吗 真是太委屈宝宝了 现在贴在离婚证上 应该好受多了 我看到这脑子里第一反应是 如果是我对象 我对象肯定心里想着 你家咋对我这么冷淡 咋没人跟我说话 你家人咋这样对我 我根本不想说话 也不想见面 更不想跟他联系 对于初中同学 我父母看好他而已 对于我来说 他爱干嘛干嘛 与我无关 因为他现在不是真心想和你过 不要难过 我也和你一样 他连过年都说他很忙 因为我过年还在上班 各忙各的 云南广西这片好像是这样的 但我看不懂啊 只觉得可以因为手大 握拳的时候不太像竖大拇指 可以缓解压力 我男朋友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 在路上手心就冒汗 而且去到的时候换拖鞋 还穿反了鞋子 是我嫂子发现的 我对象一点也不紧张 自来熟 因为我和我姐在 还有小外甥 都是分为组的 拉拉瓜感觉很轻松愉悦 哈哈 我们的爸妈是同学 比我俩都熟悉 压根没有任何阻碍 唯一的阻碍 是我不想这么早结婚 就延后了两年 哈哈 这手势真的很脏吗 我紧张的时候 手就自动会这样 不是学来的 就是自动变成这样的 汗流加倍了 你男朋友 叔叔你好 我是阿姨的男朋友 啊 不是 我是叔叔的男人 不过 我 我是你女人 就跟我对象说 这辈子我都不可能 看见他哭 结果结婚那天 不还是哭了可惜了 他搂着我 我真没看到 看着有些可怜 不过短暂的半天 对比女生嫁到陌生的环境 还要在那个村住很久 这都不算什么 没话说 真的很尴尬 我就一直跟我对象 实眼色让他起话题 但我忘了 他也是个憨的 唉 真是青春啊 喝点酒就好了 我跟我表哥去提亲的时候就是 他很紧张 我就去酒桌 应付他未来的老丈人和亲戚 对象第一次来那个时候 也是局促不安 抠来抠去 我看不过去 给他杯水 没想到 就一直端着了 HHH 我前夫第一次来我家 就视频里这样 然后离婚前 最后一次来我家 当我爸妈面 拍着桌子跟我吼 我哥今年第一次 去他女朋友家过年 我好好奇他的表现 可是我没见过他女朋友 没有他的微信 前两天两家人见面 他爸爸说我第一次去他家 他紧张得不知道说啥 我当时心里就这个表情 其实挺不能理解穿得正式 但是脚下是运动鞋 或者休闲鞋的感觉 看着很不搭配 怪怪的个人看法 本来想哈哈哈哈的 看着看着就哭了 羡慕死了好吧 这种好男人 果真不流通啊 祝幸福 初三初四男友第一次来见我爸妈 我问他他说不紧张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不紧张 我挺紧张的 我老公第一次去我家 我都插不上话中午 出去吃饭了 叫了两次 跟我爸聊的 那叫一个欢 有必要这么紧张吗 看这家庭 姑娘也未必多优秀的 可能这男孩 没有过恋爱经验吧 这手不知道放大好 第一次都是这样 老实芭蕉 下次再来 就能挽着老丈人说 哥俩好 第一次去男朋友家 和他表弟混熟了 带我种多肉 一堆家长干大的时候 带我去他学校玩 他应该再想一下 到底是先迈左脚 还是右脚 才能给岳父好感呢 他们对我到底满不满意呢 锦浩第一次见家长 锦浩评论区留言吧 锦浩搞笑 锦浩哈哈哈哈 锦浩万般自卫 皆是生活 这个手势 在湖南老一辈人看来 不过 我们这一代不太在乎 甚至不知道了 跟你男朋友一模一样 我男朋友第一次见我爸妈 真的好尬啊 我在旁边就很想笑 他用手指在给你发讯息 快点过来帮我解围 太尴尬了 结果 你只知道 拍视频傻了 你爸 你姓什么 你男朋友 叔叔你姓什么 哦 这要巧 和我女朋友同姓呢 怎么还那巴了 at北冰阳 天虾at5 at1812p atmay atwx2的小猫 跟你男朋友一模一样 我男朋友第一次见我爸妈 真的好尬啊 我在旁边就很想笑 男朋友第一次去我家 我妈事后 说我男朋友做的 像是随时准备被老师提问的学生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是吧 我一紧张手就不知道怎么放大拇指和食指 就这样紧张的摩擦 考工面试都没那么紧张 毕竟前者黄了还可以再考 后者黄了就没有然后了 只有我觉得 这么紧张 很可能是女朋友不合格吗 只有被pull up 才会这么紧张吧 我还以为是你男朋友上门啊 看了下主页 好像是收集发这种搞笑有趣的 喜极而泣 放心吧 随机应变逢场作戏 是我的强项 虽是作戏 但心意绝对永远真诚 我还以为是你男朋友上门啊 看了下主页 好像是收集发这种搞笑有趣的 喜极而泣 兄弟们 第一次去对象家 真的要会喝酒 会打牌和抽烟吗 过来人说一说 我男朋友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 可能太害怕了 晚上回家后 梦游了 笑死我了 兄弟们 第一次去对象家 真的要会喝酒 会打牌和抽烟吗 过来人说一说 将心比心 你一个人去他家 也会紧张地反过来 他到你家来 肯定也紧张了 肚子这么大了 才见到老丈人 紧张点正常 回家好好哄哄 免得动了胎气 有啥好紧张的 就当自己家 放开点 来自未结婚人的经验 at久目爱百烂 戴一张脸的星月玫瑰 亮光闪烁 at七七 at h h at 城外 at山楂点心饼 我在想 你会不会紧张 不过你放心 我会寸步不离你 at马铃薯 就我男朋友 去我家状态很松弛 吃饭 大家都离桌了他 还添了一碗 此刻内心 我要不要也跟着聊聊 不了闲得很呆 聊聊又怕说错话 我老公只有去我家 才能看到他的军队坐姿 平时和普通人完全一样 这不影响若干年后 他游刃有余 在几个女人中周旋 他年若宝马轻求 别提了 第一次去老婆家 跟他家狗成了好朋友 逗了他一天 所以知道我们这几个省在解释 省得其他省不知道 过来挨打 那你这个可以 至少有个姓友出息不怕事 前任去我家时候 怕狠 我对象第一次去 和我侄女成了好朋友 我侄女八个月 哈哈 你还不去救救他 是指望他大拇指 给你扣出来以后住的别墅吗 一看就是老实孩子 这门亲是我同意了 坐等喜堂 敦后续H 上次在你家 就是夹着屁眼窝时 就怕动静大惊到 七大姑八大姨 我老婆家 就只有我老婆一个人喜欢我 其他所有人都不喜欢我 at 生锈 at わ you at moon at 小小果鱼 at 小葡萄 我对象在沙发上 只只坐了一天 第二天 背部才敢靠到沙发背上 我也很紧张的 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at 好运好运好运 那把都给整出来了 哈哈哈哈 新的一年 在这里祝大家 亲人常伴 朋友长聚 爱而不回 他已经扭曲好机关枪了 你一声令下 他就会开炮的感觉 喜极而起 他在暗示 你什么吗 在我们这里 他那个动作是 带一张脸的太阳壁的意思 手指头凝成麻花了 看得出来慌得 步行尬坐着 很想跑 at 眩晕 nari 眩晕不是我真觉得 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燕烧 你爸 小伙子 喝酒呗 你男友 是 我不抽烟 新年快乐 看妹扒了就知道 紧张得不止一点点 哈哈哈哈 可是我男朋友来都不敢来我家 三十晚上分手 心里难受 at strawberry cigarettes 结婚前 第一次去媳妇家 除了常规礼品 我抱了个新微波炉 她也是一动不敢动的 我妈妈说 这咋这么腼腆 不好意思的 没什么好奇怪的 女生第一次去对象家 不也是一样的吗 一回生二回熟 第二次来 就直接敲二郎腿 抽烟打麻将了 哈哈哈哈 肯定不会 让宝宝这样单独坐着 很尴尬难受的 笑死我男朋友和我坐在一起 她不扣手 扣我的大腿 在我们这里是房妙人放骨 请问你男朋友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手势在这地方不太好 以前大街上两人吵架经常用 这告诉我们养宠物的好处 让他俩好歹就这宠物有话聊 我感觉好像不会大吧 难道我是个一人 哈哈哈哈 紧张个毛 就当谈笔生意 能谈成最好 谈不成就拉倒 这紧张感没办法了 当年我也太紧张 把外婆说成老婆了 Strawberry cigarettes 这个绿墙壁 门把手毫有时代感 感觉到了九十年代 不知道我射牛儿子 第一次去他女朋友家 是啥样子 哈哈 我就喜欢去女朋友家 第一次也不紧张 还有点兴奋 上一个视频说 男方就这几天 女方去面对了半辈子 每个人把手机拿出来 互相抢红包呀 得先预热起来 at小红鼠622BD4F7 到时候我会不会也这样 不过这个条件属实有点 连个沙发都没有嘛 那个转头看 演绎出了 何为草木皆兵 哈哈哈哈 这个手势 我们这边是比试 跟这个浅肤色的 中指一个意思 哈哈哈哈 at当张元音梦女 是一种态度 这家里面装修跟我老公家 太像了 哈哈 是泉州的吗 哈哈哈哈 我已经熬过来了 接下来就看你了 不过这个条件属实有点 连个沙发都没有嘛 我是盲人 这是应届毕业生 在等H2的面试通知吗 at meet meet midnight 下话线XJM GEO都内巴了 你说她不紧张 哈哈哈哈 大拇指甲在食指和中指之间 在我们这里是骂人的 一个不抽烟不喝酒 对开门的过敏打喷嚏的脸 真不知道咋玩 这双无处安放的小手 像极了我小时候考试不及格 像极了和老师待在一起的 我ad爱吃面包的小仙女 以后 老师们要解释这个成语 直接放这段视频得了 真羡慕啊 我妈知道我谈恋爱了 骂得好难听 at只喜欢快乐小狗 哈哈哈哈 舌头都要破了 at小米亚庆 这个房子 像我外婆家以前的老房子 哈哈哈哈 你可不知道 我当时老紧张了 高考都没有这么紧张 at bing a ling at多多落 不吃香瓜 突然想养只猫 JR媳妇来我家 就不会尴尬了 她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不要笑话你男朋友了 我男朋友来我家吃饭 我看他家菜手都抖起来了 别说了 去了十次的我也是这样 at饼干娶妻小姐 六百或者八百 然后你去男朋友家回双倍 我对象来我家 大家奔波到家 都在沙发上睡觉 at b by a o a o完了 被小红书监控了 难道就只有 我靠一己之力 把我老公灌醉了吗 第一次都这样 过几年就是沙发躺完就床上躺 哈哈哈哈 我又不这样看得出来 这个紧张死了 男朋友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Triple X女朋友 at like a daisy co-synic 骗人家女儿去酒店的时候 像个变态 咋了 这是 at鱼丸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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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过两年就敢坐沙发上 敲二郎腿了 太紧张了 出门穿错衣服 把爸爸衣服穿上了 我对象来我家 大家奔波到家 都在沙发上睡觉 at三十里异 带撒喷火王八 不是 真这样吗 第一次去老婆家 跟他两岁小侄子 成了好朋友 at Ricky 笑死我了 哈哈哈哈 at a 月亮月牙 哈哈哈哈 评论笑死了 回复 郭霜 我也是广州的 从来没见过 这是去的哪儿 怎么这么像我老家的房子 哈哈哈哈哈哈 好内向一个人 at简易 我也是广州的 我也是广州的 这一天 我也是广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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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